欢迎你收看今天的文献世界周报 今天我们要来为你介绍一部纪录片 在中国大陆引起了最轰动的回响 这部纪录片叫舌尖上的中国 当时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由中国大陆的央视开始播出 一连总共七集 它的做法是比照英国BBC的水平 也就是说用非常高的摄像水平 非常好的文字水准 深入报道中国长明生活里头 食物跟历史跟一般民间之间的关系 这部影片一播出来之后 纪录片长达七集 这七集播出之后 不只是引起很大的收视回响 甚至有人办了学术上头的演讨会 也引起广泛的讨论 台湾的公共电视购买了舌尖上的中国 从七月开始 大概七月中旬开始 七月十九号 每周四的晚上十点钟 一连就要播出七周 而其中在七月十三号 也就是下礼拜五 会先播出精华集 非常感谢公共电视 把里头部分的内容授请给文浅市 这一日报先为大家先行播出 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 也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元的自然景观 高原 山林 湖泊 海岸线 这种地底和气候的跨度 有助于物种的形成和保存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多潜在的食物原材料 穿越四季 我们即将看到每位背后 人和自然的故事 一般走一公里的路 才能找到一朵松荣 和大陆主流媒体聚焦告继食材 和精致生活的方式不同 用他们的说法 舌尖上的中国是以接地气 也就是平易近人 来自乡土的平米美食为主角 潜入只有本地人知道的民俗和料理世界 山西丁村 中原最古老的村落 顶父们最会制作面食 附近曾经出土过最古老的石墨盘 至今 无意形制的墨盘还在使用 这些花样众多的精致面食 无不让人感到 仙巧携手的灵动 和聪明睿智的丰富想象 哎呀 老板三个 干扰啊 四个都来个 到城城 火城吧 我来最后请 火不不 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 在不断的尝试中 寻找着转化的灵感 这些绒毛 它们是霉菌 酵母菌 和细菌们 是否和谐生长的指标 这直接关系到发酵的进程 以及最终味道的鲜美与否 深谙美食的灰州人是毛豆腐的知音 他们所打造出的风味和对营养的升华 令人叹为观止 2011年下半年开始 纪录片团队的20多位成员 前往贵州 云南 广东 香港 江浙等地60多个县市 历时13个月采集各种素材 故事 纪录片共7集 由自然物产 主食故事 转化灵感 时间味道 厨房秘密 五味调和 田野产地作为轴线 开枝散叶 总导演陈晓晴以BBC的水准为标杆 希望即使隔着一幕 都能在观众脑中产生 色 香 味的震荡 时间是食物的挚友 时间也是食物的死敌 为了保存食物 我们虽然已经拥有了多种多样的科技化方式 然而 烟辣 风干 糟醉和烟熏等等古老的方法 在保鲜之余 也曾意外地让我们获得了与鲜石截然不同 有时甚至更加醇厚鲜美的味道 这种被腌制出来的滋味 也许就变得比新鲜还要诱人 岁月欲久 味道欲浓 舌尖上的中国推出后 立刻受到极大的回响 媒体连天大篇幅报道 视频网站播出当日 点击数就超过百万 轰动程度 甚至超过之前的故宫 看成电影节更吸引几十个国外买家签约 泡椒是四川人创造性使用辣椒的经典方法之一 酿在坛子里的辣椒 经过神奇的化学反应变得随和温婉 不再那么咄咄逼人 鱼香肉丝就是其中经典的菜式 当今大陆的每座城市 都给现代化铲掉了个性 换起舌尖上的味蕾 也就换起了乡愁吧 正如纪录片总顾问沈鸿飞说的 城市之间能被用来区分的 似乎只剩下饮食习惯 和弥漫在城市上空的气味了 中国人说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 更是顺应自然的 中国式生存之道 从肥沃的冲击平原 到富饶的江河湖泊 从严寒荒芜的高原 到高楼林立的都市 哪里有绿色的生鸡 哪里就有天与人的和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